因為我們是BtoB大於BtoC 應該說我們的產業是一個比較低調的汽車配件 人家要有需要的時候才會想到它 再加上說我們的輪胎店家 它的每天收到的新品牌報價是 每天每天好解封好解封這樣子去膨脹 最大的困難當然就是讓他們對我們品牌是有興趣 知道說我們是行銷有創意話題性 這是我們一直以來都蠻困難達到等一年 其實在接觸玩意之前 我們內部也一直在探討這一塊 數位行銷其實一直應該是一個趨勢大家很明顯 因為以往我們做的還是比較偏向報章雜誌媒體這部分刊登 那這個壞處就是刊登了也許再怎麼樣吸引人的目光 他可能看個一次兩次 下一期的更新了這期就被丟掉了 那最後面就是變龜獸這樣子 之前網易團隊來提案的時候 我們就有發現說網易其實在 對於像台電啊或者是一些航空產業 其實有做過類似AR這樣子的一個互動遊戲的設計 就讓我們覺得很驚豔說 哇現在技術可以透過AR這樣子一個新的技術 然後結合到這樣子的手機APP裡面 那我們當時也覺得說畢竟輪胎它其實對於大眾是一個 每天都會用得到的工具 可是大家卻又對它不是那麼熟悉 那我們就希望說如果能夠透過AR這樣子的技術 讓大眾它是可以身力其盡的去感受說 我要怎麼當個輪胎技術員 或者是輪胎到底怎麼做 透過AR是可以把這個東西帶給消費者 那對於我們品牌 他也可以更了解說南港輪胎在於 製造都是有非常好的品質 那對我們也有提出了一個信心 透過AR的技術能夠用最快最實際的方式 來拿給不管是我們客戶或是我們的消費者 知道說輪胎或者是這個產品的製作過程 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讓他們以最貼近實際的狀況來瞭解這樣 我想這個是幫助來講 對我們不管是客戶的宣傳 或者是我們內部的教育訓練來講的話 幫助是非常大的 我們從上線到現在一個禮拜多吧 已經說到日本、英國、大洋洲、土耳其 還有一個是阿拉伯他們的回饋 那不管是大製造家還是跑跑輪胎 他們很驚豔說 我們居然可以跨領遇到這個程度 他們甚至開始說這是你們想的嗎 怎麼會想要做這個東西 那更好的消息是我們發現 以往我們會投稿給國外的媒體雜誌 那這次的報導率是滿高的 那一台機器不管是運作上 或者是它有一些小細節 都是一開始我們沒有想到的 也沒有討論到 但我們也沒有預期說 居然畫面上會呈現的這麼精細的部分 那包含機台的髒髒的也都出來這樣 比較貼近實際真實的一個動作 或是關鍵的一個算是一個過程 都有把它放在這個遊戲裡 以往可能都是一些平面的流程圖啊 或者是帶一些客戶或是一些客人到 我們工廠去實地參觀 他們的感受不是這麼的深刻 那藉由這一次有這個APP大製造家 可以更讓這些人知道說 我們的輪胎使用的過程是怎麼樣的一個製作 那哪一些步驟可以針對這個產品對應的特性的部分 那對於舞台的介紹或是說明來講的話 幫助性是非常大的 針對這一次的浩寶輪胎舞盤遊戲 我自己是覺得它的音樂的部分做得很棒 像S2 Plus或者是MS25 它都帶入非常多的那種程式的感覺 然後還帶一些地址的音樂和Bass drum那種感覺 那像Etude的部分你就可以感覺到 Bass音樂是好像在一個非常Rough的路上去跑 然後去客戶那些場景 客戶那些關卡的音樂 其實每一個音樂我覺得 網民都非常用心的幫客戶去設計到他們要的味道 這個是非常棒的地方 其實我們過去的展覽 我們最主要去吸引人潮的方式 可能除了現場的一些小活動 Showgirl 發放贈品 那基本上就是讓消費者自己看了不能被我們品牌 跟我們的產品所受吸引 可是如果有了現在這兩款遊戲 其實很大的一個吸引點跟賣點就是說 其實並沒有其他輪胎廠團有做過這樣子的一個APP 更不要說是互動的遊戲 那所以只要我們在展場的 可能一個比較吸睛的地方 那做出一些宣傳 那甚至是做一個大螢幕 那可以讓消費者直接來體驗 直接來互動 我覺得在展場上一定會成為亮點 而且是可能其他品牌 目前都還沒有辦法追上哪一個地方 目前都還沒有辦法追上哪個地方 我渡到太陽吧 我渡到太陽 我渡到太陽 感谢观看